大家好呀 这里是郭馨柔中文小课堂 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今天我想教大家的是颜色 用中文怎么说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不同的颜色 希望大家好好听我讲 同时学会怎么用中文说不同的颜色 首先第一个颜色我想教大家的是黑色 我的头发是黑色的 还有什么东西是黑色的呢 夜晚是黑色的 当我关上了灯周围一片都是黑色的 我们可以再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是黑色的 比如说可乐 可乐里边的液体是黑色的 还有什么呢 芝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芝麻 小小小的也是黑色的 大家喜欢这个颜色吗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很喜欢穿黑色的衣服 因为会显瘦 接下来第二个颜色 接下来第二个颜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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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这个是红色 这个是黑色 对吗 在中国 每当过新年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穿上红色的衣服 代表着吉祥 如意 和好运 同时呀 还有一个小传统 就是每当本命年的时候呀 都要穿上红色的内衣和袜子 去年是牛年 也就是我的本年 所以呀 我的妈妈给我买了红色的内衣和袜子 预示着我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有人喜欢红色吗 接下来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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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窗帘是白色的 这个纸是白色的 这个也是白色的 白色是一种很纯洁的颜色 它可以跟很多颜色都可以融合的很好 你们喜欢白色吗 看这个 这个呀 是橙色 橙色 我 你们还记得我第一节课里教过你们什么吗 橙字 橙色 是橙色的 对吗 还有什么东西是橙色的呢 大家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接下来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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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天空是蓝色的 大海是蓝色的 在中国的时候呀 我很少会看到蓝色的天空 但是我现在在悉尼 每天都可以看到蓝色的天空 我很喜欢蓝色的天空 你们喜欢蓝色吗 这个 这个是绿色 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什么东西是绿色的 比如说草地是绿色的 叶子是绿色的 还有什么东西是绿色的呢 那我来想一下 让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这个花是我做的 这个就是绿色的 你看 绿色 这个颜色 应该很多女孩都很喜欢吧 粉色 粉色 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喜欢粉色的东西 我喜欢任何有关粉色的东西 比如说 衣服呀 小文具呀 小贴画 粉色 应该是很多女孩最喜欢的颜色吧 现在来讲最后一个颜色了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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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香蕉 香蕉是黄色的 对吗 还有什么呢 那我来给大家找点例子吧 你们看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戒指 这个是什么颜色 黄色 对吗 黄色 刚教你们的 这个是什么颜色 橙色 那这个呢 是不是绿色 还有啊 这个 红色 那这个呢 就是粉色了 这个同样 也是粉色和绿色的戒指 看 这些呀 都是我自己做的戒指 还有衣服吧 好了 今天的中文颜色 小课堂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 怎么样用中文出颜色 同时呢 也可以从我的课程里 好好练习到听力 好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